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星螳螂拳是山东四大名拳之一 是螳螂拳的一个分支 主要流传于吉末 平渡 高密及烟台地区 明末清初焦东人王郎创螳螂拳 即将此拳传于少林四僧 少林四僧与道人生肖关系颇好 外传于生肖 道光十二年 山东平渡人李之俭 拜道人生肖为师 习得螳螂拳 光绪十四年 李之俭之烟台 福山一带传授螳螂拳于王云生 王云生综合诸家拳法 前期延误 于清朝光绪十八年 创立七星螳螂拳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七星螳螂拳 其特点刚柔相继 长短互用 勾搂缠风 变化无穷 讲究长打短 快打慢 拳架舒展硬朗 动作刚猛有力 其练法 步道拳道 功则以七长而尽 守则 以八短为本 贯穿紧凑 一气呵成 目前以平渡 视为传承发展中心 辐射至周边县市 学员及弟子三万余人 通过老一代 全师们的继承与发展 门徒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主要分布在平渡 青岛 高密 烟台 福山等地 2018年 七星螳螂拳 被列入青岛市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二部分 文化表现形式的动态过程 七星螳螂拳 拳工体系分为 功法 拳法 器械和对链四部分 功法 抗击打能力强 身体坚实强壮 五脏通畅 内进充实浑厚 拳法 有花结手 崩布 七星崩骨 拦截 螳螂手 大翻车 小翻车等套路 器械则是全支延长 有七星剑 白圆追风剑 梅花刀 斩万刀 六合棍 齐梅棍等 对练 对练主要是为了提高进攻与防守的能力 是一种向散手过渡的训练方法 套路由摘盔 崩布对折 摘要对打 实战中总则为 踢 打 摔 拿 点 第三部分 存续与传承状况 螳螂七字化为成 看打彩仪不落空 前步引进后步跟 五门六法变化生 这是七星螳螂拳特点的真实写照 平渡市明村镇马德芳 自有跟随祖父习武 其祖父马传兴 拜王云生门徒王冠为师 潜心沿袭七星螳螂拳 并得到了本门至宝 七星螳螂拳全谱 将七星螳螂拳 传于三子马魁府 后又将毕生所学所悟 其本门全谱 悉处传于次孙马德芳 因七星螳螂拳重实战性 清观赏性 其基本功练习乏味枯燥 即使有众多爱好者 但坚持毕生练习者少 使得七星螳螂拳传承 日渐削弱 第五代传人马德芳 全法精属 内功精湛 他与时俱进 根据当今青少年身体发育特点 结合七星螳螂拳精髓 从拳谱中择其要义 编成了一套 适合青少年学生练习的七星螳螂拳操 积极推广到校园 目前应邀为平渡市南京路小学 平渡市长州路小学 人兆镇人兆小学 明村镇前楼小学 明村镇马格庄小学 维方市高密大牧家镇 周格庄小学等学校免费传授 学员及社会弟子达三万余人 为七星螳螂拳的保护与传承 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部分 濒临状况和保护计划 为使七星螳螂拳不断发扬光大 马德芳和徒弟们 积极向社会各界免费传授本门武术 创办武馆两家 加强对周边七星螳螂拳的传人 进行保护和培养 多次与各地的七星螳螂拳武馆 进行切磋交流 对散落民间的拳谱 以及密集 进行抢救性挖掘和整理 对残损拳谱密集和物传 物纪内容进行刊对 校正 使七星螳螂拳得以完整的保护与传承 平渡市明村镇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 近年来 共出资五万元 购买武术器械等必需品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民小康 七星螳螂拳 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诠释着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精髓 传承着中华民族 坚守少年强则国强的理念 以强劲体魄 磨练意志 完善人格 奋发向上 厚得在目的武术精神 焕发出持久的魅力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